重点月季总会发生惊喜 发生意外在他们身上 咱们昨天发现的病态叶片 就是手中这样的一个斑点一个斑点的叶片 到最后形成状态是一个漏洞一个漏洞 且这种斑点它不会扩大 只是这样一丢丢一丢丢 那么今天 这种叶片又是个怎么个情况 我你妈 这种一个小凸点一个小凸点的叶片 难道这两种叶片是一个状态吗 只不过时期不一样吗 各位神通广大的月季大神们 赶快观察一下这两种叶片 是不是一个病情 当头一磅雪上加霜 那么目前应对这种叶片的方法 咱们已经找到 就是 这种药物去治疗 本甲米脂米菌脂 这个 是小蒋咱们昨天打药 所使用的一个药物 咱们昨天发现了那个那个病叶片之后 小蒋并不确定病情 所以说那个叶片出来之后 小蒋就拿到了这个农资店 问了一下农资店老板 人家农资店老板的第一反应 就是感觉这个就是嗅病 然后给咱们拿了 就是刚才看的这种药物啊 这个药物 去进行一个治疗 又结合咱们上一个视频 咱们各位好朋友们 给小蒋的一个反馈和帮助 就是说 它是那个碳区病 碳区病 然后小蒋又在网上 查了一下这两种病情的 一个叶片状态 发现碳区病的这个叶片 趋向性更大 然后那个农资店老板说 那个嗅斑病呢 也相对有点像啊 难道是咱们目前这种病情 是两种病混合的吗 不管怎么样 反正这个药啊 小蒋也在网上查了一下 它是非常好的 治这个碳区病啊 治这个嗅病 都是很有用的 所以说咱们在下午 昨天下午打药的时候呢 就加了这个进去啊 看一下这个月季的这个叶片 这两个斑点 同时存在一个叶片上 这是一种病情的两种时期 还是说它根本就是两种病情呢 不得而知啊 不得而知 现在目前发现的是 这种岸斑的这个点是比较多的 这种凸起的小点 是零星几颗 有这么有啊 反正具体什么原因 还是有请各位广大神通的 对吧 网友们 给小蒋一个进行一个指导 这斑点 你看咱们昨天看到这一片 这个叶竹竿的啊 为了标记叶竹竿带病的 跟不带病的 它具不具有传播性 目前来看啊 这一颗好好的 目前还没有染上 所以说这个病 它到底传不传播 还是有待伤去的 当然这只刚一天的时间啊 看不出来 再等两天看一看这些叶竹竿带病的 跟这些不带病的 它会不会进行一个传播 如果说要是传播的话 还是那句话 咱们这一棚 七八千颗月 想都不敢想象的一个后果 朋友们 所以说现在就祈祷 它不要进行一个传播 也不会去进行一个传播吧 当然了啊 小蒋所说的出问题就傻眼了 并不是担心它死啊 朋友们 死是肯定死不了的 这个病啊 虫啊 对它的生命影响 只要咱们去加以防 加以治疗防治的话 对它的生命影响是问题不大的 小蒋之所以担心是因为它卖不了 因为极其的难看啊 而且还不影响它开花 只是叶片不行了 一颗美美的叶叶花 必须有叶片衬托啊 所以说当叶片出问题的时候 你这个花开的再漂亮 它是卖不出去的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脑海中想象一下 这些叶片 如果说出重大问题到最后都是光杆司令 一颗上碗没叶片 只有一朵花啊 朋友们 那种状态是极其难看的 所以说是小蒋很担心的问题啊 并不是它会死啊 它死不了 同时呢 咱们前天是下雪 昨天是阴天 你看今天又是个大阴天 一丁点的阳光都不见 在这种环境 这种天气下 这种状态的月节 这种超嫩的月节 是最可怕的啊 它的各种出问题的现象 就会相继而来 咱们也是整天提心掉的 你看像这种叶片 这样看很清楚啊 你看这种小斑点的叶片 咱们打药不是为了治疗它 它治好 那不太现实啊 咱们打药只是 对吧 预防 它传播啊 如果说它传染的话 那就玩完了 你像这些 已经生病的这些 也就那样了 但是其他完好无损的那些 千万不要被它所影响 所以说咱们要打药 同时呢 你看咱们这棚的风口 还是打开的状态 咱们往常是室外温度低 下雨啊 下雪啊 刮大风啊 室外温度低的情况下 咱们是不开风口的 是因为要保证棚里边的一个温度 但是出现了这种叶片 咱们还是把风口开开了 这样棚里边的一个温度 就有所降低 但是想来想去 降低点温度就降低点温度吧 总比它出现这种叶片要好 所以说咱们还是开了风口 再来看一看这道长势较快的一个棚吧 这道棚的月解是长势挺快的 且它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看看这个状态的叶片 非常漂亮啊 看起来特别脏是不是 你看这上面都是什么东西 这都是农药啊 这并不是脏 这白色的是那个 咱们上回打药啊 就是戴森猛新 然后这个蓝色的是咱们昨天打的药 就是多菌灵啊 咱们交替使用的嘛 这些都是农药残留以保它正常的一个生长 这道棚也是慢灌浇水 湿度也非常大 但是对吧 长势也挺快 但是它为什么没有出现任何的意外 是因为这是冷棚 这道棚啊 是温度相对较低的 所以说它的一个病菌滋生 也是相对较低的 也就是说它现在正常 对吧 状态是非常正常的 也就非常漂亮的 咱们少部分的月解是种在这个暖棚 跟这个扣二毛的棚里边 大部分的月解呢 都种在那个冷棚里边 冷棚的月解就不用去看了 一方面它现在雅典 刚刚出来没多大 展叶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它是不可能生病的 等它展叶的时候呢 气温就回升了 然后各方面的一个温度湿度环境啊 都是很合适月解生长的 所以说那个自然状态下 月解生病的几率是很低的 咱们这道棚是冷棚扣二毛的 温度虽然说啊 不是那么冷 但是它也不像暖棚那么热 所以说这道棚生病的几率 也是大幅降低的 即使它也是慢灌浇水 湿度很大啊 冷嘛 它的一个细菌 病菌滋生 就会降低很多 最后呢 咱们退一万步来讲啊 这道棚的月解 可以不要 但是现在就祈求上天啊 咱们保佑来保佑去 其他棚的月解啊 千万不要出问题 往年也是如此 总归有一道棚咱们祭天祭地祭月解 这道棚不要 又能怎样 是不是 其他的棚可千万不要出问题 还有朋友们说呢 是呃 月解需要提前打药啊 预防性打药 这一点啊 我有小小想说的是 种花的应该都知道这个吧 但是啊 重点就在于提前打药了 怎么它都防不住啊 这才是疑难杂症 这才是令我们头疼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提前打药它就能预防住的话 那还叫个事儿吗 朋友们 那就不叫事儿了 行了 咱们这个视频呢 就说这么多了 一起见证这棚月解的起始衰落吧 咱们下个视频 拜拜